上禮拜我们今天是第七次上课 第六次上课里面 当然包含我大概讲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如何用VBA合并文字档案 这个当然如果我们有利用 全省邮局的文字档案 那我从邮局那边 把官网的地方下载 那如果说以后你有这种需求 你希望能够快速的 把某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档案 通通都合并 这所有档案里面还帮忙 就是你也可以在那个合并的时候 选择哪一类的副档名 副档名.tst的话 那你可以在我上个礼拜讲过 dir那个函数里面 就是dir给它一个目录 目录的名称后面 你可以给start 所有点tst也可以 或者所有点xls 或者是如果你不确定 是哪一类的这个档案 你就所有星号点星号 星号的话指的是所有的档案 所有的档名加所有的副档名 通通帮我找一下 那他就会利用什么呢 我们这边是利用 那个Excel里面的这个合并功能 可以帮我把它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 那前面打开的那个程式你不会写 那我讲过了 你可以用录制据集 有没有录制据集 把那个就打开 有没有那个从资料 在Excel里面有个功能 应该还有印象 在Excel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做资料 它有个叫从文字档案 那当然其他从Web 从Assets资料库 其实这个概念都一样 所以也就是 如果你要从不同的来源 汇入资料 在Excel VBA的好处是 它已经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录制据集 产生你要的程式 再做修改 那因为我们有 就是说呢 所有的档案在资料 所以可以配合个 Do file回圈 那再配合DIR 所以上一会同学 比较会容易有问题的部分 好像有同学就会问说 那个DIR的部分 它可能比较不能够理解 我这边有讲 我可以录制据集 然后呢配合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配合for回圈 不过用for回圈写的话呢 你必须要已经先把那个 我们的档名先用那个DOS底下 那DIR指令先产生 如果你不要用那个什么呢 不用就是那个输出 已经知道档名的话 那我下面有这边有一个是 配合那个OS.work 里面的话有讲到就是 你可以用DIR 在底下OS.pass 点OS里面有一个叫 点work 这边的话是把里面资料全部 合并 那你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我这边程式在这里 那你可以用改用DOO 那DOO里面的话呢 这边DIR 那里面的话我可以 信号点信号 那我是放在C别底下的这个目录底下 那这个信号指的是不管什么档名 后面这个信号是不管什么样的副档名 那如果你只是要找的是那个文字档的话 你也可以改成什么TST 这个可以改TST 就是单单只有某一类的那个档案 你帮我找找看 那这个DIR有点像是你帮我找找看 这个目录里面有没有TST 那特别是DIR他会先找其中的第一个 通常是那个按照笔画排序吧 可能先找到三重 那问题是如果你找到之后 你会把它合并嘛 合并就是这一段WIS到WIS 这个是入字据集产生的 有没有 当找到档案的话呢 就不等于空的吧 如果找不到就是等于空的 他就跳里回圈 那就是帮我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打开之后的话 放到哪里呢 放到A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我们是从R等于E开始 所以我们从第一列 帮我把那个第一个档案放到 从第一列放到下面 可是再来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向下追踪有没有 加一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就找到它的那个 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那中立的话如果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用DIR就可以 这个DIR指的是再帮我找下一个吧 OK他就一直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直到找不到的话呢 那他就会回传给你就是空的 找不到了 所以DIR回来如果是没有了 找不到了 那他就会给你的是双就是两个 就是空纸就对了 OK那我们利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怎么样把所有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全部找过一遍 OK这一招还蛮重要的 以后这个模式你可以套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只要是你要找的是资料夹里面的某一类的档案 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全是改一下而已啦 应该知道改哪边吧 反正就是类似利用这样的方式 上礼拜同学问的大概就是他搞不太懂这个啦 其实这个这个是找第一个档案 这个是找下一个档案的意思 OK那他如果找到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OK那当然呢如果你不用那个VBA来写的话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Python里面的写法 那Python里面的写法的话 就是利用这个OS-Work OK那其实概念也差不多 意思是把里面的所有目录的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案帮我列出来 那他会把目录里面 这个实际上他会把这个目录名称 把它丢到这个root里面 OK所以这个root里面就是放这个名称 那dir是放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目录 直目录哦 但因为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dir就是在那个目录里面没有任何的直目录 OK所以这个dir里面就会是空的 它会是一个空的list 所以反环你会发现它里面是一个空的list 那files里面呢就会帮你把所有的档案哦 丢到files里面 然后变成一串的那个档案名称的一个串列 OK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把这个串列处理一下for name 有没有in这个file 所以这个file里面他就一个 可能先抓三重 把三重做合并再换下一个 中立再换下一个 直到可能凤三就结束了 概念差不多了 只是说呢不同的程式有不同的写法 它一样 如果你们将来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建议你就是把它多多演练 因为像这种其实代分同学要叫你从头写到尾 其实真的有点困难 不过没有关系你暂时可以把这个当成范本 这次还有一个东西可以call吧 网路上你也可以找得到 不过网路上各式各样的范例都有 写的相当的复杂 那我的习惯是 城市不需要的地方我都把它去掉了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城市尽量 走那个简约啦 OK 尽量越简约越好 可是网路上有些城市就是写的好复杂 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的 你会想说老师为什么他要写这么多 每个人风格不一样 你喜欢写多你就写多 你想说书里为什么写这么多 写太少 那个书没办法写很厚 没办法写很厚不能卖很多钱 我开玩笑 我有的时候 每个可能作者或者是设计师 他的想法不同写出来的城市的风格也不一样 所以我是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以后如果你写城市的话 我是建议你慢慢要有自己的风格 那个风格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不打紧 假设以后你喜欢怎么写 你可以修改一下 以后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很熟悉 千万记得就是说 不要只是把别人城市复制贴上 因为那还是永远是别人的逻辑 其实城市里面最难的就了解别人逻辑 与其像你导步改成你习惯的逻辑 你看了就觉得很习惯 像我自己改完之后发现 哇这城市是我的 如果我把别人东西拿来贴 其实怎么感觉 就怪怪的 连那个变数名称我都觉得怪怪的 因为我变数名称习惯取的 可能又跟别人不一样 OK 那这个上礼拜部分的话 我们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那里面有用OS Work的方法 然后可以把它合并 然后还有就提到有关Eclipse里面的除错功能 不过比跟VBA比起来的话 其实发现VBA真的是太方便了 如果以除错功能来说的话 那目前来看 Python要撰写的环境里面 Eclipse已经算是上上之全 你要说要除错环境要更好 要比这个环境更优 我看很难找到 除非你要付点钱 那付点钱还不见得是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很优的环境 所以目前大概你就只能这样 但不过至少 我们有除错环境 至少你可以看到什么 像我有用OS Work的范例 我有讲到 其实你会发现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像DIRS里面就空的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空的一个串列 File里面就会放这些资料 那Roots里面就是告诉你们那个路径 所以我为什么会知道说有一些里面放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说用拆的 或者书里面写的真的还是不是那么精确 或不容易了解 导步我的习惯 导步你这个中断点 里面自己去看一下 那个变数里面放什么资料 就完全了解了 OK你也不要用拆的 有东西其实该是放什么就放什么 有的时候说真的你要用想象的 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那程式之所以困难就因为变数里面放什么 有的时候说真的你不可能马上知道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设中断点 去稍微check一下 那至于方法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Dictionary 这个字典的形态 这个Dictionary我讲过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两个串列 本来是一个List 就是A栏 B栏 C栏 OK很多栏对不对 那Dictionary可能就是一个A栏加一个B栏 以后如果你要处理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再把这A栏 B栏分开来 分别把它当两个List来处理 那其实也OK 其他的话还有像CSV把它放到那个 这个Dictionary里面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在延伸就是有关资料库部分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有关资料库 那资料库部分的话 其实最简单 因为Python里面呢 它有内 就是已经帮我内建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 就是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里面就完全可以存取 那个SQL line 那这个SQL line资料库的形态 跟手机的那个SQL line 其实我感觉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SQL line 它的好处是它档案非常小 另外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案 就是存在我们根木屋里面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当你第一次执行它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去存取它 第一个一定要 import这个SQL line 那版本是三 你要利用这个Module 才可以帮我们去做处理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后续要怎么做 其实大概观点是这样 第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资料库 所以我如果要去存取它的话 要先做什么呢 做连线 Connect 其实无论哪一种资料库 一定要是连线 那怎么去连接它呢 那我这边有一个叫SQL line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后面的话呢 就加上你要连接的资料库的名称 OK 那这个资料库名称呢 特别注意哦 你想说那我还没建立啊 不像ASIS 要先建立一个资料库 再去连接 它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当你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如果那个资料库不存在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建立 但是如果已经存在了 它就会去连接 所以其实它还蛮 算人有一点那种 蛮友善的吧 至少就是说 你存在那我就连线 如果你不存在 那我就帮你建立 那利用这个方法呢 它会产生一个Connect 就是Connect的一个物件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利用这个Connect的物件 就可以再去怎么样 产生Cursor 产生一个那个Cursor的物件 那这个Cursor物件 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再去连接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OK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所以其实结构 如果以前你们学过那个 Asses资料库就会比较清楚 就是它里面一定是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话呢 会有很多个资料表 那我们可以用Cursor去连接资料表 OK 那我要怎么 当然里面目前呢 没有任何的资料表的话 那我可以用CreateTable 用下一个C口语法 跟他讲说 你帮我在那个资料库里面的 那个资料表 建一个空的表 那个表的话叫做CreateTable 名称呢叫做Table01 那Table01呢 你要大概说 里面有哪些栏位 比如说我今天呢 如果我利用这个练习题来看的话 那我需要有一个是我的Lumber 跟我的那个TL TL是电话 那Lumber的话指的就是 我的什么呢 我的编号跟我的电话 反正这是一个练习 那后面的话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栏位 这个是一个栏位名称 Lumber名称跟TL电话 那后面的话呢 就告诉他说 你这个栏位里面呢 放什么样的资料形态 那当然你一体觉得的话 这整数啦 那TXT就是文字 另外的话你还可以跟他讲说 我的这个Lumber 它是一个PrimaryKey 就是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组件 就是说呢 这个当把那个Lumber 当成一个Key 那那这录模就是说呢 他们里面一定要有资料啦 不过其实 假设你这边都不加也没关系啦 其实它就是 有点像我今天这个栏位 要放什么样的形态 然后最后的话 利用Cursor.isq 去把这一上面的这个语法执行 那他就会帮你建一个空的一个资料表 那里面有两个栏位 那再来的话你用Insert into 把什么呢 把你要放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放进去 OK那Commit close就完成我们新增的这个结果了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会练习 也许怎么样 试试看嘛 就是说 当然资料库里面最重要就是 几个重要的方法 像是怎么去新增资料 Insert into 后面的话再把它查出来 确定说我资料已经放进去了 那再来的话也许怎么样 以后还会跟什么东西 你让档案读取 读取完之后也 因为你之前读取完是秀出来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把它储存 永久储存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又是必须要用资料库 把它做永久储存 所以请各位稍了解一下呢 待会我们来练习 如何新增资料库 然后并且在资料库里面建资料表 并且把你要放的资料放进去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试 先把之前的部分先重点回顾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python里面建立你要建立的资料库 OK试一下 当然资料库里面 其实当然不是只有Seqlite 其实其他的资料库也可以连线 连线的方法当然 不过我们先处理第一个 最简单的Seqlite资料库